耳膜破了能自愈吗? 取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骨膜的穿孔 就是什么原因让您的耳膜破了 如果我们是因为外伤 比如说这个我们掏耳朵的时候被人碰了一下 这个给他戳烂了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打架的时候 耳光把那个给震烂了 或者有一些病人他这个鞭炮把这个骨膜震烂了 这种外伤引起的骨膜穿孔啊 通常在两周到一个月左右 他可以自行的愈合 当然这个愈合的时间也跟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这个受伤的原因不同 以及这个穿孔的大小有关系 但是我们说呀 外伤性的绝大多数 他是可以自行愈合的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耳道里面不能进水 不能让他感染 这种感染会影响骨膜的愈合 那么还有一种常见的原因引起骨膜穿孔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感染 中耳炎啊 那么耳朵流浓引起的这种骨膜穿孔 那么这种骨膜穿孔呢 如何您在早期及时的应用了这样的抗炎治疗 让这个流浓停止了 后面再不发生了 那么骨膜的穿孔也是可以自行愈合的 但是如果这个炎症 我们没有在早期及时的控制它 出现了千言不遇 反复流浓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穿孔自行愈合的几率就很小了 这种情况呢 可能需要到耳鼻喉科来 借助于骨膜修补的手术 来恢复一个正常的骨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